带大家关心天气 今天北方冷空气南下 台湾附近为东北季风的环境之下 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 以及东半部地区的高温 就会稍微降个一两度左右 大约31 32度 其他地区仍然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 尤其在苗里 局部地区有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 在中午前后特别提醒 紫外线偏强 外出记得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 而夜晚以及清晨 低温大概是25到27度之间 来看到今天的降雨状况了 桃云以北的地区可以看到 还有整个东半部地区 一直到恒春半岛 一整天不定时都会有局部阵雨出现 而在东北部地区则要留意 可能还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 其他地区为多云稻情 不过可以看到在中南部地区 以及山区呢 要特别留意 午后会出现短暂雷震雨 建议大家外出要攜带雨具备用 来看到台风的消息了 第14号 清度台风小犬 它的中心距离俄罗比东南东方 大概是1160公里的海面上 它持续地向北北西 转西北来进行 目前它的趋势会是 朝着巴士海峡的方向来前进 它整体的暴风圈呢 碰触到台湾近海或者陆地的机会 非常的高 礼拜三起呢 将会逐渐地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礼拜四 礼拜四的期间就会最接近台湾 而礼拜五就会逐步地远离了 如果按照气象鼠目前预估的路径来看呢 最快可能礼拜二 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要一直持续关注台风的动向 来看到天气走势了 先来看到礼拜一礼拜二这两天呢 东北季风持续的增强 在基隆北海岸地区还有东半部 恒春半岛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震雨 礼拜一的下半天 北方干凉的空气会使得整体的雨势会比较趋缓 桃园以北为短暂震雨 转为多云的天气 不过其他地区还是多云道晴 午后中南部要留意雷震雨出现 礼拜三到礼拜五的这个期间呢 就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点了 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 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都会有震雨发生 还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 北部地区南部还有中部山区也要注意会有短暂震雨发生 最后来看到小丁宁提醒大家 入秋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南下增强了 北部气温稍降一两度之间 迎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台东恒春半岛等地 都会持续有短暂震雨 收驾的观众朋友们往返行车要注意安全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及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